我初相識的時候整個臉都紅綁綁的 有牛皮腺有吃 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怎樣吃了 已經沒有那麼癢的了 沒有那麼癢 那皮膚的滑正程度是否好了很多 臉就差很遠了 臉就差很遠 那人是否自信心大了呢 基本上本身都是 也有一點的 你吃敏迪呢 吃的劑量是吃多大呢 通常都是 我吃四顆的 那你也不是十分嚴重的 基本上是吧 因為我有些網友 銀舌病那些要吃到八顆 因為它的頭要爆頭那隻的 應該是很嚴重的 對你來說 你最大的改變是甚麼呢 我想腸胃最大的改變 腸胃最大的改變 除了牛皮腺之外 其實我原來很多年來 都是有腸胃敏感 就是腸敏感 就是很容易肚脖那些 敏迪其實原理上 就是所有敏感 它都可以有幫助 基本上 那現在就不會說經常肚痛了 是啊 以前一喝到一些冷水 就會 馬上肚痛 馬上來 還有那些皮膚質素 都是改善了很多的 沒有那麼紅 沒有那麼紅 那是否溝通了 是否容易了呢 沒有試過 我想說補一點點 補些什麼呢 其實你剛才說的一字 我就有些想補充 就是那個天子 是 天子 那中國什麼時候叫自己天子呢 這個我沒有考究 這個我沒有考究 其實我也沒有考究 我不敢說 但是呢 如果歐洲皇帝來說 就不會有天子這個推暗字 這個概念 為什麼沒有天子的概念呢 因為呢 就是他們跟宗教有關的 就是 多數都是基督教 或者天主教 歐洲 天子才是一個 我叫耶穌 我死了 沒有人可以做到天子 因為已經死了 而且已經進了廟了 你不可以把自己放進教堂 這件事 沒有皇帝敢做 但是呢 中國就不一樣 中國就直接稱自己做天子 就是神之義的 就是管治了這個 國家的 所有人民 所有政府 所有資產 都是他們所擁有的 這就是東方和西方最大分別 日本也很極端 日本也很極端 天王 天王 就是天上應許的神 或者再極端一點就是埃及 埃及是神和皇帝合一 不過你說這個概念 其實在羅馬 我只是說羅馬 你剛才說的 羅馬人 其實都是這樣看 因為由奧古斯都 自稱第一公民開始 之後幾個皇帝又不一樣 羅馬人全盛時期的皇帝 都是以第一公民自居 他們不會說自己做皇 是皇 不會說自己做皇 或是做帝 而是 為什麼有自己 好像 有人說 會把羅馬皇帝做到神 這個我要解釋一下 羅馬皇帝是不會稱自己做神 一定不會 除了 沒有 這是神聖的 即是說我神聖的 我不是神聖的 兩樣東西 就是程度不同 但是 他通常 怎麼會做神呢 就是跟羅馬宗教有關 羅馬宗教就是多神教 羅馬有幾千個神的話 如果是熟生也好 他自己意大利或希臘也好 有幾千個神 為什麼有這麼多神呢 其實 我覺得 他神的概念 跟天主教也有不同 他是多神派 其實所謂的神 只是一些值得紀念的人 我覺得只是一個 即是跟中國 跟中國 譬如說關帝爺 那種情況 對 車工廟 車工 那些 你做好事 值得紀念 然後就放在廟裡拜 其實就不簡單 羅馬也是一樣 中國也是一樣 差不多 但是 天子這個概念 就是中國最極端的 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王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我看過一個分析 就是羅馬人的皇帝 和中國人的皇帝 最不同的是 羅馬的皇帝 由於奧古斯都整了下來 傳統必須受到人民的授權 承認你是皇帝 承認你是這個地位 你才是這個地位 所以羅馬的皇帝 會與人民有很近的接觸 最基本的就是 每一個羅馬的奧古斯都有皇帝的樣子 對 是 為什麼呢 以前 你的奧古斯 是你的樣子 直接是你的行政權 代表你的行政權 還有為什麼 羅馬人會把皇帝封神 其實就是 將他的功績 紀念他的功績 你做到什麼 什麼好事 打用什麼 將你放在神 其實大家要記住 是 即是 跟現在歐洲基督教 天主教的神 是 封聖人 可以這樣說 當他是封聖人 是 封聖人 但是不是封神 當然是差一節 但是當時稱為封聖人 即是封聖人 即是將祖宗入祖苗 每天拜祂 那種情況是差不多 是的 不過 譬如說 中國的皇帝 其實距離是很遠 跟人民的距離是很遠 無論你們幾代 即使是全盛時期 漢武帝 都不能每天到處出街 行來行去 但是羅馬的皇帝 是會跟人民很近 沒有事情做 就會去洗澡 是啊 是啊 是 柔拉真 那些黑暗帝 都很喜歡洗澡 是 即使是 洗澡 洗澡 自己建一個浴場 會賜給人民 和人民一起洗澡 讓你們這些傢伙 他會表現到自己 我和大家一樣 雖然我是排第一 大家不要誤會 大家不要誤會 洗澡的意思就是 不是一起 一起背 意思 意思是 羅馬的浴場 其實是一個大型的熱水游泳池 是的 一起游泳 是的 所以你看到毛澤東、杜長江 那些都是有什麼意義 或者英女王有空沒事 外出走讓你看看他做事 是同一種意義 當然沒有去浴場 如果皇帝的身材很噁心 那當然死定了 你知道英國皇室 是否很想去握手 我和他平民 曾經有一段片 不知道哪個皇室成員 不知道Diana是哪個皇子 是握手軟的 手軟是要拼拼的手 是的 是一個propaganda也好 怎樣也好 即是說 你是一個西方的傳統 你的國皇 必須要受到人民的愛戴 即是人民的承認 所以人民也有這樣的權利 而去批評任何人 所以如果大家去看看 羅馬的建築 和中國人最大的建築的不同 就是羅馬永遠都是一個廣場 有幾樣東西 廣場第一 是科林 科林 第二樣東西是有劇場 第三樣東西是有競技場 即是我們叫口秀場 歌歌城市都有 最重要的就是有玉瑟 是的 這些有時候是羅馬的皇帝會賜給你 當是我被人問 無論如何都好 我都會給你一些好處 等你很開心 你才會給我好處 才會承認我對你好 好 所以我才有資格做皇帝 這是他們由歐古斯都打到200年羅馬全盛時期的皇帝的觀念 每一個皇帝所謂叫就職典禮 就會好像美國總統的就職典禮 好像 在一個廣場上站高之後 就會親口問平民 你願不願意給這個權王 不是他問的 是一個元老院的議員問的 願意給這個皇帝權力 你一定要先否定一次 第二次再問才可以接受 所以中國皇帝 東方的皇帝 和歐洲皇帝的州 更極端的就是日本 日本是不可以直視天王的 平民 你要倒下頭 你不可以看他的 無論中國人也好 日本人也好 因為他們認為他是神 是君權神獸的意思 和羅馬人古代想的是 你是皇帝 但是你不是一個皇帝 你是有皇帝的權力 但是你是第一公民 所以是由我們來捧你上去的 所以實際上不是第二公民 但是名義上必須是 因為羅馬人的傳統就是 我們不是用皇帝 我們雖然改變了政體 但是也不是皇帝的政體 那些人稱之為元首制 就是皇帝的制度 例如歐洲 遲些到中世紀 西羅馬的皇帝 那些皇帝 那些皇帝 真的叫皇帝 那些皇帝 那些皇帝也不可能會叫死 這個天子 因為你是基督教 你基督教 你的天子只有一個 耶穌 你已經在教堂 你不要拒絕 你只是一個在宗教上 教會或平民 認可你做神的執行者 你不能做神 或者做神的支持 是可能的 也變相一個角色 就是 我是基督教的保衛者 這最重要 你要宣揚基督教 是 而羅馬皇帝的其中一個責任 就是 我是羅馬文化及其人民的守護者 對放北方來的日耳曼人 東方來的波斯人 我們稱之為波斯 中東人入侵入我們的守護者 這就是羅馬皇帝的基本職責 之一 為何人民要受權給你 做一個最大統帥的原因 是 但是中國的天子 就是這樣想 是上天授權給我管你們 就是這麼簡單 是君君神神父父自治 相對來說是一個比較落後的想法 是 是 保守一點 但是 其實如果 這樣看 我們比較了這麼久 羅馬皇帝和中國皇帝的不同 你認為習近平 強國的大老闆 究竟是甚麼 是像誰 他都自己說的 普京是他的偶像 當然想學普京 普京是自備的 如果大家看過海撒的壞樣子 其實跟普京有幾分相似 海撒的樣子 那個輪郭 不用說了 其實我從另一個角度看 我一直留意 就是 普京 即是之前葉利欽 他走了一套很極端的西方的路線 而侵害了俄羅斯人的傳統 而我們現在看回普京 他走的那條路就是 他是高舉這個東正教 即是俄羅斯人傳統的宗教 他代表了俄羅斯人傳統的價值 他是做回保衛俄羅斯人地位的東西 是 所以他這麼得人心 其實俄羅斯歷史 我講了一點 其實他現在等於 共產黨的名字 就籌了 不可以聽說 他就一定要回去 用以前的名字 而是 共 羅斯 那他用什麼名字呢 他用什麼名字呢 他用回 那個架構 他用了二月革命 1917年 二月革命 就是白鵝 叫做白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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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貴族政治 的共和國 就用身上共和國 共共共和國 從三世紀 實際 他的思維 就是 對抵俄 就是 返回 比特大帝時代 那個 那個 傳統 傳統 就是 名字就是俄羅斯共和國 但實際 就是俄羅斯帝俄 比特大時最堪稱最厲害的時候的一個時期 一個模式去管治澳洲 一個核心的靈魂 一個國家的策略 而習近平其實 我只是說大朗 他其實是有點近似這條路 但很多人都說他是走極端 或者說朱元璋也好 翁正也好 其實他也是走這條路 以另一個角度去看 因為毛澤東時代 毛澤東時代走的那條路 是用一個很俄羅斯的思想 極端思想 去摧殘中國傳統文化 但鄧小平走的那條路 基本上不是中國人平時走開的那條路 中國人走開的那條路是帝王思想 而不是九龍治水 所謂集體領導 鄧小平做這條路 類似西方寡頭 幾個人在爭權 最後是難免的 其實是在做貴族政治 是在做貴族政治 但是有些像真正的共和 幾個貴族大家族坐在一起 但是習近平現在做的那套事 是說我是紅色子弟 我是有這個龍衛的權 即是要講血統 有些少少講血統 我覺得未必講血統 即是我這群人的血統 我2000個紅色子弟兵的血統 有什麼都好 因為他自己根本都得個女 這個人是比較好的 其實他是利用這套東西 集中的權力 增加國家的行政權力 是有些近似於西方 奧古斯都那時候 改革了一些東西 增加行政權力 駕空了你的常委 即是駕空了你的元老院 這樣東西 東羅馬就更加極端 因為比較極端 西羅馬已經比較文明 我覺得是比較民主 但是東羅馬在封閉關 他走回頭 因為他被人夾著 他往法做到民主制 共和制 往法維持 然後去到中期 連執政官的職位 都停下 無辱 他是 我是這樣看 一個地方有一個傳統 你的政體是要符合傳統 如果你走得太過 是很危險的 比如說 你看 改革被人殺了 是因為他走得太快 日本有跡田順長 是因為他走得太快 習近平 毛澤東是走得太快 快到簡直是剛重 結果是天下大亂 即是 你那些人說 他做事是帝王學 怎樣怎樣 但是他那一條管治的思想 是很變態的 他用帝王學 但他的經濟思想 根本是完全失敗的 我補充一點 就是任何的政治天才 十支入八九都是一個經濟白痴 完全不懂得教經濟 是 很多人 但習近平 如果你看回他走中間路線 任何人走得太幼 那些所謂解放派 我全部打死你 總之最左最右的 那些我要斬掉 斬掉 那些是走中間路線 你那些人說他走資 我又不會讓你走資 走得太過 你看看他現在打死鄧小平那些傢伙 我要拿回你的國有資產 國有資產 國有資產 有些東西是由國家去管 保持住人民有最低生活水準 一定的生活水準 一定要 但對付外國的財閥 我必須集中在一兩個我自己手底的財閥 來對付你那些美國的財閥 例如阿里巴巴對付Amazon 小米奧寶對付蘋果 吉利那些是否對付GM 雖然他那些迪比亞是很失敗 對著他Tesla Tesla Tesla 是很失敗 但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習近平現在的做法 就是 我是中華文化的守護者 我不會敢說他那麼高 他現在給人的感覺 他說中國蒙這套 你說他民族主義是一個糟糕 我當是承認 但我是以歷史的眼光去看他現在做的事 不論民主與不民主 也好什麼差也好 善惡對錯 我現在只是說 他打出來這個就是 我是中華文化的守護者 但可以說香港人也好 台灣人也好 憎恨他的人 就說 你用殘體字 你說什麼 但如果大家去看看他現在做的事 還有現在電視 新人電視大陸電視一套 叫做國家寶庫 Alex 你也看過了 應該是吧 他說他把全國 是這樣的 很多人經常說 你故宮博物館那些東西 被人的石頭拿光 所以他生氣上來 就出了一個電視劇 叫做國家寶庫 就是全國九個最出名的 九大博物館 每個選一件東西 是開放之後掘出來的 什麼石器時代的東西 巡弋箱 總之 中國地下 改革開放之後掘出來的東西 有幾千年歷史 等到古宮博物館 你說我沒有東西 我就有東西給你看 這麼困難 我還是還有一個文化的守護者 是重建和守護 他可以說我內戰時遺失了 你那些人說我文革打爛了一些東西 我告訴你 我已經把所有東西都掘出來 我現在重新定位 我是中國文化的守護者 雖則我已經改變了 我寫簡體字 你說我是假也好 我是保護這個社會 而且我也是對付一些國賊的 今天時間到了 下次再說 不是被人說我們要入派 我們撇開政治對錯 下一集是第一章 這一集是罪章 比較皇帝 下一集我們應該要達到正題 說一些西方的歷史 好的 我們這個節目主要是由希臘神話 開始說的 這個地中海文化就是歐洲的源流 對 這個是第一個源流 我們會用很明快的方式去說 好的 好的 我希望不會再說到過幾兩小時 滿身大家 好的 好 多謝 好 拜拜 今天健康解碼 我們請到黃小姐 就分享她吃了敏迪之後 那個情況是怎樣 你好 我是黃小姐 我應該兩三年前 被蚊咬 被蚊咬完之後 就不知道為什麼 她不好之餘 還越來越大 將傷口越來越大 不斷化開它 很厚 變成你身體的肌肉很厚 很厚 是的 現在是細達了很多 其實我是兩個禮拜之前 上來吃飯 買了一支敏迪來試的 吃了兩個禮拜之後 覺得可以的 因為收細了 而且沒有那麼厚 所以今天再上來買 我想我這兩年來講 塗了很多藥膏 十隻八隻都有 燒鹽膏 淚膏 等等都塗 用了很多藥膏 都不行 也去看醫生 都不行 我沒有想過 這幾顆是叫敏感 幸好你們介紹給我 那個是一個南亞裔人 叫德仔 他基本上 一條頭髮 找不到 年輕 今年30歲 用了洗頭水 加了精華素 用了一個半月 就見到我們現在那個廣告 圓形頭殼 出頭髮的情形 他的毛毛 用了 就全部出了 可能遲些 等毛囊疏通了之後 會濃密很多